今天我們來到這裡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現在都市更新的關係 台北市已經被圈了很多地方很多地方 我們現在台北市政府的 不管是台北好好看的系列 還是四五層的公寓獎勵 還是市場都更 他們都需要用變更都市計畫的方式 去做都市更新 那為什麼要變更都市計畫 照我們都市計畫的變更的話 它應該是要有政府有興建重大的公共建設 才有變更都市計畫的問題 那但是今天政府為了要 為了要搶一個業績 為了要讓建商賺到這條錢 所以就在沒有任何公共設施的那個情況下 做台北好好看的系列一系列二 讓我們覺得這個是違法的 前不久那個高等行政法院 數字第883號 又下來就是 台北好好看系列 在那一路杭州那一路那個案子 台北市政府是確定是違法的 因為他們是12年的房子 為什麼12年的新屋 要被劃入都市更新 要被限期強拆 所以在這個我們由這個 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既然高等行政法院 都說台北市政府是違法的 所以我們認為台北好好看的系列是違法的 好黃斌所做的台北號系列一系列二 市場都市更新 全部都是違法的 啊 還了30年的房貸 終於有了這個小屋 你這個小房子不值錢啦 讓我送你都更夢想家 一個會賺錢的大房子 可是我不要啊 我的房子好好的啊 你不參加都更 就是釘子戶 我們找政府來拆你的房子 拆我家 你憑什麼 我不信 我們找政府來吧 好好好 我們都聽到了 就聽到了 好好好 你看我可以合法拆你的房子 政府大人 幫幫我 他憑什麼拆我家 好 你們自己上法院 我們一些違法行政 好 是萬平的仁愛公園 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建商經過 要推動都市更新 他簽過同意書以後咧 他就不再與我們溝通了 那到現在的狀況是已經進入選屋狀況 那當天在選屋的時候咧 他也不讓我們地主們自行抽籤 好 全部由建商一個人自己當場就抽籤了 好 我們地主抗議也無效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估價過低的問題 我們面對了一個萬平的仁愛公園 然後我們有頂溪的捷運站 可是他估價非常的低 等於是 建商透過都更的程序 然後來強障我們的土地 強障我們的建物 我們覺得非常的不公平 我的訴求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都市更新並不是公共利益 請政府不要再說都市更新是公共利益 都市更新關心的是房地產的利益 現在我們在現場已經看到 它引起了這麼大的社會不公 雖然創造了某一些少數地區的景觀改善 可是卻造成了更多的民怨 建商的權力使得這個小的產權所有者 在這個過程中面臨了資訊的不對等 權力不對等的狀況 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有太多的環節管不到 都市更新是一個惡法 希望政府在這個過程中能夠趕快的把 都市更新所造成的這些審查的問題 權力不對等 資訊不對等的問題 盡量修法去解決 否則會造成更大的社會的不公平 都市更新造成的這個房地產增值 房價高漲大家買不起的狀況 大家都已經看到 我們現在要 對都市更新這些問題的現狀 要能夠重新的反省 我是自強市場的攤商 市場都跟一般的住宅都跟是不一樣的 我們 我們 十百市場 合法的 傳統銀售市場 提供附近十百里龍關里 幾十個里 幾十個里的金 購買 這個 新鮮食材的好地方 絕會是 所謂傳聞的市場營運不佳 都市服務不張 以成都市環境刷展之負擔 都跟後變成超市 使原本的攤商店家無常地所營業 因為自強市場 存在也提供了許多人的工作機會 都跟後 這些人將會上市工作堂聚 將合計合聚 目前政府在推行都跟案件上好像只關心 眼前推動績效仗 對於許多市民百姓所面臨的真正難題 並沒有深入去了解 並不是只是獎勵不夠 潛力上分配不精的問題 背後市民工作以身準的潛力 始終沒有在關心 可是我們今天為什麼來到監察院 我要跟各位報告 因為按照現在的法律 行政部門司法部門 我們都已經走到盡頭了 你跟行政部門抗議 他們說我們依法行政 你去提訴訟 所有的法院都告訴你 行政部門是依法把你駁回 所以我們今天很無奈的來到監察院 因為依照憲法 監察院有權調查 依照憲法 監察院有權對於違法的行政官員 來行使彈劾糾正跟糾舉權 所以我們今天才來到這裡 這個法一定要把它廢掉 特別是強制拆除 而且還有少數一定要服從多數的這個法律 這是違憲的 那在這之前 我們希望呼籲監察院 他要介入調查 整個都市更新審查的機制 是不是有人陽奉陰違 是不是有人跟建商私底下 在做什麼樣的交易 到處圈地 到處圈地 建商操弄 建商操弄 估價暴力 估價暴力 是 是 是 我 也是 我覺得 那是 我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